在三年前,我生了我的第一個寶貝 當時我是跟我的公婆一起住 但是因為剛生完小孩 其實面臨到很嚴重的產後憂鬱 很多的手足無措 而且又面臨經濟上的一些壓力 其實真的是很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慢慢地我就覺得 還是我跟我先生就慢慢地分開 會不會是個好的決定 在那時候很痛苦的時候 有一天我在划我的社群媒體的時候 我就看到了我的國中同學 他現在在台中的驚奇教會 就想說那還是問他 可不可以帶我去教會走走 我覺得我好像需要一些力量來幫助我 讓我可以繼續往前走 我真的很被聖靈觸摸 我真的很只是一開始的一首歌 就讓我哭到不行 哭到覺得怎麼會這麼有感覺 好像喝了一杯很熱的濃湯 然後整個人都暖和起來 好像被注入一股能量的感覺在心裡 其實那個眼淚前面是傷心的 但是後面是感動的眼淚 後來我來到教會 也開始參加一些主日的活動 再一次的機會下 金顏姐幫我做了內在意志 她跟我說 婷婷我覺得我好像看到一張畫面 看到一個圖像 是一隻很漂亮的鳥 它被關在一個籠子裡 但其實那個籠子根本就沒有被關起來 那個門是開著的 我是不是一直覺得我被禁錮在我公婆的家中 我好像不能出去 但我其實都沒有想過 其實那個門是根本就沒有關上 是我自己不想走出去那個門 它讓我知道 其實我的婚姻一直都是被祝福的 只是我自己一直覺得 都好困難 沒辦法往前了 是我把自己限制住了 就像那時候內在意志中的那張圖畫一樣 我覺得神的愛讓我漸漸的變成一個柔軟的人 祂讓我學會什麼叫做耐性 什麼叫做好的態度 其實一開始在衛信主的時候 我真的不太理解 什麼是尊容另外一半 但是有神的生活之後 我發現我漸漸的變柔軟了 我可以知道怎麼去尊容我的先生 我印象很深刻 我問你那一天 我買了一套情侶裝給我先生 他隔天還沒洗就立刻跟我說 那我們今天一起穿這個出門吧 結果我可以感受到 他其實收了這個禮物是非常的開心 後來我漸漸發現 尊容他是一種從心裡感謝他的事情 不一定是要說他什麼事做得很好 而是感謝他每一天 為我跟孩子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付出 漸漸的我跟先生的關係 就變得越來越和諧 去年四月其實我就有想要受洗的計畫 但是我其實很害怕 因為我的公公婆婆先生 爸爸媽媽 他們全部都是傳統的信仰 我也很感謝主 他在我的家人身上動工 他並沒有讓我遭遇那些我想的害怕的事 我沒有遭受到家人強烈的反對 反而支持我的這個信仰 感謝神的帶領 現在的我跟以前不一樣 我能夠在爭吵後面對我的情緒 並且與對方和好 並且能夠用柔軟的姿態去面對 我現在遇到的問題 雖然我還不是這麼的完美 但是我相信神會一直帶領著我 因為他是我的阿爸天父 他已經是我的作品 我現在也沒有遭遇 未來就有破戈 跟著摩重的意思 我好想說 我他是一個人 在我找到的